《英格寧教》 《乌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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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今天过来 想学点东西 不可以 不客气 您想选什么呀 要不选点工笔画 中国画 工笔画 景老师的工笔画是很有名的 在中国的 那好 中国画用的东西就是这些 你看就是宣纸 毛笔 它的工具就是这两样 像这个这笔呢 这是画工笔画用的这小一点的 描线用的 能线用的这个小一点的 这上闪这要大一点 这个材料呢 一般的要是画工笔画的时候 应该在这个首旋纸上画 或者是卷 卷就是这丝织的东西 是跟这绸缎似的咱们也用画的 今天呢咱们这用我画工笔画 跟别人不一样 是吧 我它是在这个 圣旋纸上画工笔 因为这是 比较难的 但是画的效果 难度在哪儿 它用画的就是圣旋纸 因为它一画呢 它这就是画画印 是吧 画画印 你如果把这个墨用多了这笔 这个笔你要用多了的话 它就印出来了 这个笔 你要用多的调音 它就定讨厌 那么应该是 很疼痛的 那么应该是 具体的笔 那么即兴趣是 很苦的 那今天 你在那边 这边 好 这个 今天呢我就在这生缘女上 用我创的技法来画这个公寓画 今天呢画一只蝉 蝉 一种会飞的 而这会叫 现在能画啊 用这把这个笔呢蘸点水 用一只干净的盘 然后蘸着一点点墨 给它调调 先把这个轮廓画了 画蝉的轮口 先画蝉的头 再画点后面的 吃吧 让它画在那腰 让它画在那边 那个吃吧 今晚是这一辈子换在歌上 这个 哎呦 得几百只 然后画它那个 咱们那个 这个笔 这边这个笔 轮廓画出来了 轮廓画完以后就染了 啊 就去染 画的时候呢 轮廓画完了 下面就去染 哎 这染的时候呢 这墨呢里边要加一点点 纸实 有一点点纸实 然后下注可以调整 咱就开始这样啊 染的时候呢 这支笔要蘸清水 这蘸清水 这支笔 粘末 两个不要混啊 一定要都这么拿着 这么拿着 这是 像筷子一样 对 跟屎筷子似的 这么着 来去捣这屎 对对对对 练这个 练这基本功啊 这个 再拿着 是吧 点上 对 加入咱们就开始去染啊 关系去染啊 关系去染 把颜色调好 就是墨里边 加一点褶实 看到不 加一点点褶实 这样啊 加一点点褶实 就这种程度啊 这样 因为它不是纯黑色的啊 都调好了 现在就可以了 现在开始染 淡一点清水 好 然后从这儿 眼睛就开始染 这点一下啊 点点水 这点点水啊 开始吧 哎呀怎么啦 有点光啊 这儿再加点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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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自然运过去 你看到吗 自然就运过去了 这个啊 让它水片啊 看到了吗 自然就运过去了 看到了吗 对 这就过去了 然后 继续 再按第二步啊 还是自然的 一点点 再蘸一点清水 再用这儿开始染 这儿再染,我来 再发这个,它这几倍在这儿呢 要留点光,它反光的圆几倍 自然就淹过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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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可以 你不吐几可以 不过现在我吐一个印就可以了 不要多 不要多 没错 吐一点没关系 没关系 可以给这儿吐成一颗 别吐一点也没关系 可以花一小蜜蜂啊 还是小蜜蜴啊 不行 把它改过来 这个中国话也不碍事 可以改 而还是一件完美的做法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